这个电梯又出问题了 里面还有人呢 这个电梯经常在运行的时候突然停电 人都困在里面了 这一天都断电好几次 老板让我过来查一下原因 跳的是哪个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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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一说一说吧 这个啊 嗯 一说一会吧 500毫安的 下一位都不是老保 电瓣 地盆 这些分电瓣都是普通的空开 都不是楼电保护器 总瓣是楼保 一跳就跳总瓣 一跳全楼没有电 所以电梯会断电 他们怀疑是这个总的楼保不好 所以让我过来看一看 是楼保不好吗 有失控的 用电量比较大 不不不不 没错吧 这和这和用电量没有关系 对啊 400安的 它和有电量没关系 对对对 你很有可能想到你重复接地 或者说楼电 嗯对 大家都在猜测是什么原因 跳的总楼保 有的说是电梯不好 用不了楼保 有的说是施工的师傅 用电异常 导致着跳楼保 像这种现象 我还是怀疑 零排接地了 就是零线和地线接在了一起 那就拆掉这些零线 就是把所有的零线 从零线排上拆下来 因为只有把零线拆下来 才能分别测量 每一路零线 是不是对地漏电 现在我也不清楚 是不是零线漏电 这个得测一下 指针万一表 一个表比测地线 就是插在接地牌上 指针表层次开挡 分别测量 每一路零线 这一路应该是旁边 电柜的主零线 看那一路零线 有没有漏电的 直接测量 表正没有动 应该是没问题 这一路 表正没动 没问题 这一路 也没问题 这一路 没问题 都没问题啊 最后一路 表正一摆到头 摆得挺狠 所以测到这里 我心里就有数咯 它漏电漏电到什么程度呢 会挑总漏保 500毫安 对地一摆到头 那是不是 短路呢 哎 短路 就是零线和地线 碰在了一起的感觉 用层一挡一侧 一摆到头 指钉是碰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这个零线接地很严重 那这一路零线是干啥的呢 很可能是空调的线路 那就去楼上看一下空调 来到顶楼 顶楼正在施工 去找一下空调的配电箱 这个就是 四路空调都没送电 进来的主线 然后下面是零排 那就在这个地方测一下零排 与地线之间 表情摆一下 然后回零 嗯 在这个地方没有一摆到头 没问题啊 不漏啊这个 没问题啊 没事啊 难道是我测的不对吗 还是出现了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去上面测的不漏电呢 所以我得在这个地方再测一下 其他的零线都接上了 只有这一个零线 嗯 还是没有一摆到头 它这个瞬间的回摆 是正常的 那为啥测的又不漏电了呢 这个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刚才测的漏电 现在又测的不漏电了呢 此时我的大脑已经蒙了 完全蒙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往下该怎么查呢 是查还是不查呢 思考了50秒 决定还是去查一查 电梯送上电了 我要坐电梯上去 这几天他们都不敢坐电梯 直接去6楼 顶楼 安全到达6楼 再次打开这个配电箱 主电缆下来都很正常呀 难道是接触的空调线有问题吗 这四个全是空调 全是空调 全是空调 有的接地是吧 它这种接地 应该是 正常 它空调里面有电容 甚至是重量电 但是刚才在下面测的 直接到头了 直接都短路了 直接就相当于和这个箱子碰在一起了 有关是昨天的时候 咱现在都没接 都没接 什么时候接的 刚才接了吗 今天刚接的 刚接的 在哪块呀 在楼上吧 楼面外接 我才外接 你刚刚接的 啊 没接之前那个线怎么弄了 没接之前现在在外面甩着 这个压活在外面甩着 在地上放着 啊 对啊 它也不露铜 不露什么呢 没接之前 那就是在线的那一头 就在地上甩着 对 现在接的几个了 现在都接完了 都接完了 好了 就是上下看一下空调 空调的外机都在房顶 那就去房顶看一下 好 看到了房顶有空调的外机 啊 它刚在阳线的时候 可能就在地上放着 昨天没霸皮 没霸皮 没霸皮的 这不是电梯的事吗 就这种线图吧 啊 对对对 不一定是哪个头 在那一根 我现在是电兰 葡萄皮子到时候 啊 就这样的吗 原来啊 你想这样的就是 线与线之间就碰在一起了 但是合着它搬着咋 也 就是零线和地线 它就碰在一起了 这就是空调的电源线 有零线 有地线 有火线 可以看到这几根线是碰在一起的 这一段 这一段是掐断的 因为线太长了 接空调太长了 这个头就是 灵地短路的地方 这样我就找到了这个故障的原因 把主电路恢复 这样我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用素质表来测漏电 水泵电机烧了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闻的是有个味 烧了烧了 是吧 嗯好大的味 烧了 电阻还有 这三项线圈之间的电阻不一样 看三个一样嘛 嗯 电阻不一样了 电阻不一样了 很明显这三项线圈之间的电阻不一样 有偏差 偏差还挺大 这个5欧 这两项就很小 客户想知道这个水泵电机是怎么烧的 另外还有一台小水泵 一开也是跳总电闸 另一台水泵也烧了吗 测一下 这一台水泵的三项线圈 三项之间的电阻 从这里就可以测出来 这个电阻大 那这个水泵小 17欧 再测这两项 电阻一样 表人摆动的位置一样 嗯 这个小电机没问题 这个小电机没问题 刚才测的就是这个小水泵电机 这个小 这个水泵正常 正常为什么他们说 运转一会就跳闸呢 测一下这个水泵漏不漏电吧 测这个线圈 对设备外壳 不漏电 水泵不漏电 他们说不是这一个闸 那是 那跳的是哪个闸呢 是这一个种闸 哦是漏电保护器 跳了 开上一会就跳 那也就是说除了这两个电机 还有漏电的地方 你看 你看烧坏这个水泵的三个线 在这头已经拆掉了 他们说一开还是跳漏电保护器 那还得测一下漏电 一只表笔 插着佩天箱外壳 另一只表笔 去测电闸下面的线路 又好一百道头 是我没想到的呀 这一上表笔就是一百道头啊 怪不得那个漏电保护器会跳啊 还有漏电的地方 其实我就是喜欢一百道头 这种故障很好找 电机不漏 那就是这些控制线路有漏电的地方 而且漏电很严重 其实我是怀疑这个一红一蓝这两根花线 这是接的什么电源线也不知道 是它漏电吗 蓝线一百道头 红线一百道头 拆掉这两个线以后再测 还有漏电的 漏电没有刚才那么严重了 找出来了 这两路线漏电 坦白说这两路线接的是电磁阀 那电磁阀在漏电咯 先找这个花线漏电严重的 在这个水缸上边 接到了这是个什么东西看一下 这个头已经烧化了 掀开盖看一下里面什么东西 你见过这种浮球开关吗 两个 这是什么原理呢 这个浮球开关 里面是浮漂 浮漂拉了根线 然后这个线就相当于咱们老式的拉线开关 这里面是触点 随着那个浮漂上下接通触点 很明显这个线这个这一块已经化掉了 烧化了不久远了 另一路护桃线也是漏电的 这一路线接的是一个电磁阀 没错 你看到的这个就是电磁阀 这线上还有些水 是线漏电还是电磁阀漏电呢 它这个烧坏水泵的原因要看这 这个焦虑接触器是控制刚才烧坏的那个水泵 很明显里面的弹簧都掉了 烧电机车向烧跟它有关系 它里面的弹簧都掉出来了 好 这个 它现在 触点都完了 它这个触点都掉了 触点掉车向 这个是高压棒吗 这个是 高压棒 就是它吧 就它 它烧的原因是因为缺像 是因为这里面这个触点都掉出来了 缺像烧的 挑那个砸是漏电 挑烧这个电机是缺像 正好它这有个数值表 我用这个表测一下 达到了最大档位200兆欧 这是客户自己用的表 对于数值表我不太懂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 同样一个表笔插配点向外壳 另一个表笔去测 电磁阀漏电的这个线路 漏电的电磁阀显示0 用指针表测一下漏电的电磁法线路 表针摆到中间 这一般就是进水造成的 再用这个表来测 还是0 要是这么看显示0是漏电的 因为它漏电 所以把这个线从中间都掐断了 啥也没接 这种情况下再去测量一下看漏不漏电 掐断线以后应该就不漏电了 用这个数字表测一下 先测这个红线头 显示有数 有数应该是不漏电 或者是电阻很大 有显示0 是没测好吗 再测一下 显示1、2 数再往上涨 或许显示数就是不漏电 用指针表测一下 现在表针没动 这个线现在不漏电了 很多师傅留言想让我用数字表测漏电 因为我不太懂 所以我怕误导大家 是不是只要测出来显示数就是不漏电呢 那数字表两个表比短阶 它显示0 再测这个红线 显示0 还是漏电吗 换一下指针表 测量这个线 表针没动 可能是我不太会看这种表 也可能是我测量的方法不对 表什么问题 可能就是我不会用 看一下这个电磁阀漏不漏电 电磁阀线圈与设备外壳是漏电的 它这个换个电磁阀就行了 好了问题的原因都找到了 S470防烧加强型 一款打错档防烧的指针万用表 需要的师傅点左下角小黄车 或者我的出商商品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